大家好 我是北京交通大学的朱灵溪 欢迎回到课堂 那么这一讲呢 我们主要来看一下电子商务安全的主要标准 那么呢 我们主要从三个方面来看这个标准 第一个就是安全套阶层协议 也叫SSL协议 第二个我们叫做安全电子交易协议 也就是SET协议 第三个是第三方支付行业数据安全标准 也就是PCID SS协议 那么虽然其实我们说 电子商务的安全标准有很多 相关的协议有很多 但是这三个协议是最典型的协议 所以我们就从这三个方面来讲一下 首先我们看的就是SSL协议 这是一个最早的应用于电子商务 或者是网络传输方面的一个协议 它的名字叫SSL 也叫安全套阶层 就是Secure Sockets Layer 那么它最早是SSL协议 后来呢 它现在已经变成其实是叫做传输层安全协议 也就是Transport Layer Security 就PLS协议 那么但是呢 其实大多数情况下 我们还是更习惯于称之为SSL协议 因为可能大家用的比较多了 因为最早期的这个网络安全方面 电子商务安全方面 用的都是SSL协议 所以说大伙就习惯用它来说了 那么SSL协议呢 是由Netscape所研发的 那么可能现在很多人不太了解Netscape 那么其实它是在网络 计算机互联网 推行的最早阶段的一个先行者 这个航海家 当然后来 由于它被微软的IE就给消灭了 所以说现在已经看不到Netscape了 那么只有IE了 当然还有些其他的浏览器 那么最早 它是Netscape开发的 用来保证你在网上传输数据的安全 那么它说利用这个数据加密的技术 来达到数据在网络传输的过程当中 不会被窃取和窃听 那么对于SSL协议来说呢 它是位于TCP层和应用层之间 的这么一个协议 那么从历史上来讲呢 SSL协议1.0的版本具体在哪一年出现 还已经不可考了 因为就相对比较早了 或者是没有确切的记载 但是SSL2.0协议是在1995年开始的 大家想一想1995年 很多很多年以前 那时候是互联网刚刚发展 感情的同学可以去看看互联网的发展史 那么到了1999年 其实它就可能变成了TLS协议了 那么直到后来现在是1.3版本以后的协议 这些等等的这些方面的这些相关的这个要求 而握手协议呢 就是类似于我们计算机网络当中的这个 三次握手一样 就是在实际开始数据之前 双方进行身份认证啊 协商加密算法啊 交换加密的密钥等等这方面的一些工作 就是说先通过握手协议建立了一个安全的通道 然后呢通过记录层协议来封装数据加密来实现这个传输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TCS那个SSL协议它的一个位置 我们知道其实从网络上来讲呢 网络存在着这个七层协议 那是ISO的OSI标准 对吧 开放数据网络标准 那么这个标准是七层协议 分别是物理层 链路层 然后呢网络层 然后传输层 然后绘画层表示层和应用层 但是这只是一个理论上的一个网络标准 但实际上我们应用的这个网络当中 应用的传输协议其实是TCPIP协议 那么对于TCPIP协议来说 它其实只有四层 对吧 首先是树立链路层 然后上面是IP层 也就是网络层 在网络层之上 它是传输层 就是TCP的层 对吧 那么在TCP层之上就是应用层 而SSL协议呢 它其实是存在于TCP层之上 而在应用层之下 这么一个协议 它是这么一个位置 所以说呢 由于它存在于TCP层和应用层之间 就是传输层和应用层之间 所以说它的优势就是 来独立于应用层协议 它和应用层协议没有关系 那么所以说其他的高层的应用层 比如说HTTP FTP Tednet 等等这些协议 都能够很透明的建立在SSL协议之上 那么这也就是为什么SSL协议 会得到了一个广泛的应用 那么它是在应用层通信之前 就已经完成了这一系列的操作 包括加密啊 密钥的协商啊 服务器认证啊等等 所以说在两个应用层进行通讯之间 在他们之间已经所有的数据 都是加密过的数据 那么在具体应用当中 其实我们如果使用一些 相对安全性高的网站 浏览器的话 我们会看到啊 它会有一些SSL的这个验证 比如说这 显示着一个绿色图标 说明它已经验证了 这个协议是正确的一个使用协议 我们看啊 你如果使用SSL协议 这有一个标志 就是说前面这个HTTP 会变成HTTP-S 这时候表示 你其实已经是建立在SSL 安全通信协议的这个基础之上 进行了通信 那么如果你这个对方的服务器 没有通过验证 那么它显示的是一个蓝色 比如这个WikiBek 这是不一样的 WikiMedia 这个WikiPedia 它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呢 这种情况下我们就知道 它是不是经过了服务器验证 那么虽然对于SSL协议来讲呢 它也是可以要求客户机验证的 但它本身其实只要求有服务器验证 就可以进行使用了 客户机验证是可选的 这是它的一个特点 那么另外一个更为高端的这个协议呢 就我们称这位安全电子交易协议 也就是常说的SET协议 那么它是Secure Electronic Transaction的 这一个简称 那么这个协议就和SSL协议不一样 那么SSL协议当时我们说的 是由Nescape公司做的 它是个浏览器的厂墙 它是为了互联网的应用而开发的 而SET协议 它是Visa和MasterCard 这两大信用卡公司开发的 那么所以说 对于SET协议来讲 它主要的这个特点是 集中于如何在网上 能够安全的使用信用卡进行交易 那么对于SET协议来讲 它已经获得了这个 IETF 就是国际互联网工程组的一个认可 它其实是一个事实上的工业标准 那么SET协议呢 它使用了许多新的密码技术 我们在以后会慢慢讲 比如说数字签名 比如说双重数字签名等等 通过这些技术的应用 来提供这个交易的安全性 那么SET协议本身并不是像SSL一样 它只提供传输当中的安全性 它是整个为了在用户商家和银行之间 整个的交易权过程的安全性而设计的 因此呢 它有很多这个技术啊 包括公钥技术 签名 数字信封 安全证书等等 那么它通过这些来保证 整个基于信用卡交易的一个安全 那么SET协议是个非常复杂的协议 我们在第三章会详细的来讲 那么为什么说复杂呢 因为它规定了各个方面都需要干的 也是对于整个的交易 从开始支付到最后完成支付的确认 每一步都有相应的具体的规则 就是每一步我传输的什么样的协议 协议传出内容是什么 这个内容怎么传输 它都有相应的规定 而且呢 它通过不同的这个这个技术 比如说双重数字签名技术 它具备了一个什么呢 这个消费者的银行卡号 你商家是看不到的 你能看到的只是你的交易信息 就是订单信息 而这个订单信息呢 银行也看不到 银行你能看到的只是这个消费者的卡号信息 那么所以说就此 它达到了一个对于商业流程的一个很好的支持 那么当然我们说对于SET协议来说 它必须必须要有CA和数字证书的一个支持 具体的情况我们在下一张 第三张会来具体介绍 那么第三个协议 就是我们说的 第三方支付 我们或者称之为 支付卡行业数据安全标准 那么这个标准 是在近几年推出的一个标准 主要呢 它是针对于 涉及信用卡信息机构的安全性方面 做出了很多的标准的要求 那么对于PCI DSS 这个标准呢 它涉及到所有 涉及到支付卡处理的实体 包括商户 处理机构 购买者 发行商和服务提供商 以及存储处理和传输 持卡人资料的所有实体 那么对于PCI DSS来讲呢 它的集中点就在于 我要保证持卡者信息的安全性 这是它最重要的一个标准 那么所以说 它对于针对这一点 要如何保证持卡人的信息安全 它有六大目标 十二大类要求 整个PCI DSS的合规 都是围绕这十二大类要求来进行 那有专门的 这个合规审查的组织 你可以去申请来合标 合规 那么这个呢 我们说下面大概说一下 以中国已经通过 这个PCI DSS这个验证的组织 但是不包括这些组织 那么第一个 就是什么托付科技 驯付科技 支付宝 易付通 速汇通 武汉的易收通 包括汇付天下 以及我们的中银商务 银连电的商务 网银在线 等等 易保支付 那个快钱支付 上海的胜负通 等等 其实有很多 我们说都已经经过了 这个PCI DSS的认证 包括华为的云 这是全面的通过 那么这个呢 是不一样的 我们在书上会有介绍 大家感兴趣可以再看一下书 那么这里就不再挨个列举 因为现在我们通过PCI DSS认证的这些 这个公司已经很多了 那么这一节呢 我们回顾一下啊 其实我们这一节讲的是 这个电子商务安全当中常用的几个主要的协议 我们主要讲了三个 一个是SSL协议 一个是SET协议 一个是PCI DSS协议 其实我们还有很多协议 比如说安全电子邮件协议 比如说HTTPS协议 等等等等 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协议 涉及到了电子商务安全的部分 那么在这里呢 其实我们只减了这三个 和我们电子商务支付最相关 或者最密切的这几个三个协议 那么这一节呢 我们就讲到这儿 那么谢谢大家 我们下一节课再见 啊